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代睡眠特困惑的90后 已经为助眠产品的消费主力了 根据内地电商平台数据显示 2019年1月到8月 90后购买进口助眠类商品的增幅 为118% 占总消费人数比例的62% 超过了其他年龄群体的总和 以退黑素类的产品为例 90后消费占比是85% 其他消费者数量在百万级别 但90后人群超过了千万 在选用助眠产品上 60后和70后偏好助眠食品及保健品 80后偏好寝具 而90后则更关注于助眠的小产品 从眼罩耳塞到助眠的喷雾香薰蜡烛 90后寻找各种花式的助眠神器 看中睡眠的环境整体升级 此外一些与睡眠相关的APP 也相近的上线 有些可以记录使用者的睡眠状况 生成睡眠的报告 有的可以通过助眠音频 帮助你入眠 不过专家就提醒 要想健康的睡眠 仅仅靠各种概念的智能穿戴产品 是不够的 而乱用和滥用退黑素 也只会加剧身体的负担 退黑素的长期大集量服用 副作用不可忽视 包括造成低体温甚至不硬等症状 因此并不建议失眠患者 擅自的服用退黑素去改善睡眠 好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16号上午在立法会宣读 任内第三份实证报告 但是由于泛民议员的阻挠 改为事项发表 他谈到 香港近期因为反修例 引发的暴力示威 呼吁香港市民珍惜 共同拥有的城市 捍卫重视的核心价值 一同让香港恢复平静 林郑月娥在市政报告开场 提到香港过去四个月 由反修例引发的社会冲突 影响广泛 超过400场示威游行和集会 往往演变成暴力收场 小数暴徒有组织 有计划感发动攻击和破坏 并且以起底 私了 对待不同意见的人士 令香港陷入了混乱和恐慌 林郑月娥表示 社会各界都共同谴责 暴徒的极端行为 支持政府严厉执法 遏制暴力 呼吁市民移道 让香港恢复平静 在他任内第三份市政报告中 用最大篇幅 谈及的是土地及房屋政策 提出将会加码预留50亿港元 未来三年 总共提供1万个 过渡性房屋单位 港人首次置业方面 安达成道用地 会推出第二个首制仙道项目 政府也会放宽 按揭保险计划的楼价上限 客户最高9成按揭的楼价上限 有400万升至800万元 8成按揭的楼价上限 就有600万增至1000万元 在土地方面 运用条例 收回三类私人土地 用作百分百供应房屋发展 林郑月娥表示 房屋目前是香港社会 最严峻的民生问题 也是部分民怨的根源 政府的目标 就是要让每个香港人 有属于自己的家 林郑月娥还在报告中重申 一国两制是维持香港 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 坚守一国两制 维护受基本法保障的人权和自由 但对任何鼓吹港独 危害国家主权 安全 和发展利益的行为 绝不容忍 而对于美国中议院 通过所谓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林郑月娥也在当天 记者会上表示极度遗憾 外国政府要制裁香港官员 毫无理居 是一个外国政府 或者一个外国的国会 是很肆意地去介入香港的事务 我也都不需要外国的议会 告诉我们香港的人权 香港的自由 香港的司法是有多重要 因为这些是香港的核心价值 也都是每一位香港人 是会极力来维护的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的众议院 通过所谓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中方16号表示强烈愤慨 以及坚决的反对 表示会采取反制措施 针对美国众议院 通过所谓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指 法案充分暴露了美方一些人 在人权民主问题上的极端虚位 和破坏香港繁荣稳定 牵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 我们对美国国会众议院 执意通过所谓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表示强烈的愤慨和坚决反对 中方今天上午已经做出了全面的回应 耿爽强调 中方会采取有利的措施予以反制 至于具体举措 请保持关注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美方公然插手香港事务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指美国众议院罔顾事实 颠倒黑白 无视香港一些激进势力和暴力分子 严重破坏香港社会安全稳定 带有恐怖主义特征的暴力犯罪事实 以人权民主之名 行搞乱香港 牵制中国发展之实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指出 香港回归以来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方针得到切实贯彻落实 香港居民享有的各项权力和自由 依法得到充分保障 奉劝美国国会及一些政客 尊重客观事实 立即终止有关法案的后续审议程序 香港中联办负责人表示 美国国会不仅严重伤害 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14亿中国人民的感情 也将严重损害在香港 有着巨大投资的美国企业 个人商会的利益 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而外交部驻港公署则强调 香港今天的成就 从来没有 也绝不会靠任何外国恩赐施舍 再次证告美方政客 打香港牌绝不会得逞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的国会众议院通过了 所谓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这个消息传来正好是林郑月娥 行政长官要发表她的第三份 施政报告之前几个小时 那么在这个法案 其实已经喧嚣了相当长的时间 所以她的通过 在众议院的通过 其实并不让人感到非常惊讶 那么她下一步 还得要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然后还要整个的 再进行一次表决 中间有很复杂的这样一个环节 可是就在最近这段时间 已经有美国的政客 到香港来看了之后 他们感觉到香港的这种社会治安 特别是暴力行为 它已经不符合一种合理的 和平的法治的标准 同时也破坏了人权 那么现在有些美国的政客 已经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所以它到底在美国的参议院 到底能不能通过之后又怎么样呢 这个其实还很难说 对此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强烈的警告 那么并且来预告 就是如果你们真正能够通过这个法案的话 那么中国会做反制的 还有香港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就在今天下午的记者会上 她就说得很好 说你们这个法案实际上是为了迎合 某些香港的乱港分子提出要制裁 一些香港的官员 这是毫无道理的 并且她说一个外国的议会 你告诉我们的香港 什么叫香港的人权 什么叫香港的自由 什么叫香港的法治 其实这都是我们香港人历来 这个所遵守的核心价值 我们香港人每个人都会去维护 而且要让这些外国人看到 现在香港出现了一种人权的危机 法治的危机 恰恰可能是美国在支持的 某些人在做的 另外中方会怎样制裁 美方也有人提出来 以眼还牙 以眼还眼 比如说我们就对在香港的美国人 美国商会 美国企业制裁 那我个人觉得 这事情肯定应该冷静 因为美国它如果真通过 这个所谓的香港法案 它本身就是双刃剑 它会伤他们自己在香港的利益的 那么中方我想会从更 这个维护一国两制方面的 这一种角度和立场去着想 做比较妥善的 比较合理的这样一个反制 好 我们再把目光看到美国吧 看看美国 这个通乌门导致 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弹劾风波 在持续 共和党就要求众议院全院的投票之后 在授权弹劾调查 那么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 就直言是没有必要 而前副总统拜登之子 也首次地公开回应 他和乌克兰的声音往来 美国广播公司ABC 15号公布的采访中 前副总统拜登的次子亨特·拜登 首次对导致特朗普 遭到弹劾调查的乌克兰事件 作出回应 亨特表示 他在乌克兰天然气公司 担任董事并无过错 但存在判断错误 因为他没有预料到 政治对手会不择手段 攻击父亲拜登与自己 亨特称 自己并不后悔 在乌克兰天然气公司工作 不过他承诺 如果拜登当选 他不会以任何行事 为外国公司效力 通屋门弹劾风波延烧 共和党早前要求 佩洛西必须通过 众议院的全院表决之后 才能正式批准弹劾调查 但佩洛西15号指出 没有规定要求 需要经过投票才能进行调查 因此不会进行全院表决 佩洛西幼之后 在这一刻我们将会进行调查 我们不是在这里参加调查 我们是在这里找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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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在我们的立法 这不是我们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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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华府高层 已经指示各部门 不要配合调查 美国副总统彭斯 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 以及美国国防部当天都表明 不会配合众议院的弹劾调查 或提供有关文件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事实上在弹劾特朗普 还有来调查拜登的儿子 在乌克兰 还有在其他国家 也包括中国的生意问题 这是两党在大选当中 一个比较激烈的战斗 那么现在看来 在推动弹劾特朗普的话题上 原来佩洛西就是有待有欲 后来还架不住他党内的 这些同僚们威逼 那么现在他的立场 肯定是站在民主党上 但是似乎他们对弹劾 是否能够有助于大选 我想民主党是没有什么 太大的信心的 相反的拜登 是他在乌克兰的问题上 一直是被共和党 特别是被特朗普 是穷追猛打 那么现在拜登的儿子 亨特首次他承认 他说由于他自己的一些判断失误 确实在乌克兰这边有些问题 而且他也提出 他说如果他的爸爸 如果真正当选总统 他将从他的所有的和外国的生意 往来上到退出来 包括他和中国有一家投资公司 他也是任股东的 那么他说他到时候会退出来 但是拜登目前这个状况 亨特作为一个自己 有自己的生意 有自己的事业的人 他不必要为了很多的事情 为了他爸爸助选 他退出来 所以这里边是一个很矛盾的 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特朗普就抓住贪腐的 这样一个话题 就穷追猛打 所以现在看来 这个民主党在大选当中 还是基本上没有特别强势的一种武器 来回击特朗普 那么特朗普呢 当然最近他吃了一个大苍蝇 就是在对埃尔多安这样一个问题上 他在国内遭到很多的 包括共和党人的这种痛批 所以说他在国内呢 我估计他要猛抓住 这个拜登这个问题 就穷追猛打一转移 他在其他方面的一种愚蠢 或者是失误的 遭到的关注 好 那么现在请看 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 其他重要标题新闻休息 会再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们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李宁思 土耳其对叙利亚北部发起的军事行动 进入了第八天 俄罗斯正在试图斡旋 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发出通牒 要求库尔德武装当晚撤离指定的区域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6号在国会发表演说 他表示 针对叙利亚北部的核停之权军事行动不会停止 直到土军深入续境内30到50公里 完成设立安全局 埃尔多安否认这次行动是针对平民的大屠杀 又拒绝跟库尔德武装谈判 不需要任何人斡旋 土耳其外长恰务使奥鲁警告 如果美国国会制裁土耳其 土方将做出报复 土耳其军队宣称占领叙利亚北部多个城镇后 曼比记成为下一个军事目标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已经派出部队在曼比记西北地区巡逻 分隔土序两军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将致力于在土序之间斡旋 他提出两国应该根据 1998年签署的阿达纳协议 解决再续北安全合作的问题 协议规定了土耳其 进行跨境军事行动的条件 也要求叙利亚停止包庇 库尔德工人党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补充说 尊重土耳其维护自身安全的措施 但期望它的军事行动符合比例 不会破坏叙利亚和平进程 据俄罗斯国营电视台报道 美军部队撤离叙利亚东北部后 叙利亚政府军已经接管被弃制的基地 而土耳其声称 已经控制的拉斯艾因 交战双方仍然在爆发巷战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 彼得森跟叙利亚外长莫阿利姆 会面后 对叙利亚的人道危机 表示极度担忧 呼吁土耳其及库尔德部队 立即停止敌对活动 凤凰一世综合报道 今天看到有美国的一些报纸评论 说这个特朗普他不是用脑子想问题 他是用肠子想问题 用肚子想问题 那么在这个土耳其 在他默认土耳其挥兵 来入侵叙利亚北部这个问题上 他失分太多 而这个埃尔多安呢 尽管现在美国对他强烈的施压 而且这个特朗普 直接就是说要在经济上摧毁他 但是呢他已经准备 11月份访问美国 到最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先不说 反正是埃尔多安呢 现在肯定是不让步 对得意的呢 就是普京了 你看刚才我们看到画面 这个俄罗斯的装甲车呀 已经挥舞了旗帜 已经进入了 这个叙利亚北部 来帮助叙利亚军队助阵 并且呢 普京已经直接了当 要求埃尔多安要撤军 但埃尔多安他不撤军 美国制裁他呢 他的这个里拉 这个反倒上涨 所以这里边可见是 相当之错综复杂 但是最大的得意者呢 我们看到 叙利亚呢 是美国撤出之后呢 叙利亚这个地盘 肯定是被 这个俄罗斯填补真空 而且呢 我们看到普京 昨天前天正好访问 沙特阿拉伯和 这个阿联酋 他也是告诉这些 阿拉伯半岛人的大国 说美国呀 是靠不住的 这个特朗普的实际行动 他背叛盟友 背叛以前的合作者 那么他没有什么 这个国际社会 国际社会 没什么信义可言 只是唯利是图 所以他可能用这个例子 在告诉这个沙特 和这个阿联酋 到必要的时候呢 还是要和俄罗斯啊 在一起维护 这个他们在中东 和阿拉伯 波斯湾的利益所在 好 我们看看 另外一段新闻 英国和欧盟的 脱欧谈判呢 持续到16号凌晨 仍然是没有结果 可能无法在欧盟峰会之前 达成新的脱欧协议 欧盟和英国代表 在卢森堡 进行了11个小时的谈判 仍未达成新的脱欧协议 据报双方在关键的 北爱尔兰边界问题 收窄了分歧 有机会达成一份协议草案 不过欧盟谈判代表 巴尼也表示 即使达成协议 可能赶不及提交给 17号召开的 欧盟峰会审议 另一个变数是 新的脱欧协议 能否获得英国议会通过 在议会下议院 拥有10个议席 被视为是关键的 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表明 如果新协议无法保证 北爱尔兰留在英国的 同税同盟之内 就不会支持 英国首相约翰逊已多次表明 无论是否有协议 英国都将于10月31号退出欧盟 国家审计局的最新报告显示 英国只有大约三成贸易商 为无协议脱欧做好足够的准备 报告预计 英国同欧盟的贸易量 将会最多下跌5成5 犯罪组织也可能在边界混乱的时候 趁机犯事 有报道认为 英国仍可能要求欧盟 再次延迟脱欧 最终避免出现无协议脱欧的 最坏后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为什么这几年英国和欧洲 一直在脱欧的方式上 脱欧的条件上僵持不下呢 就是双方都在考虑 一旦按照某一个协议 来实行脱欧的话 谁能够从中获得益 谁能从中蒙受损失 那么这里有的时候 是非常矛盾的 双方都达不到完美的 这样的一个获得 那么前两天 实际上约翰逊稍微做了些退步 说在爱尔兰岛上的 北爱和爱尔兰的关卡上 采取一个中间的一个方式 这个方式是什么方式呢 中庸的方式就是在路上 是不设立这个关税卡 而在海上设立关税卡 这样一来的话 就可以使得北爱尔兰 在陆地上享受到英国的 这样一个关税区 那么在海上 在陆地上可以享受欧盟的关税区 在海上享受英国的关税区 可是这个协议可能是到最后 应该是在昨天晚上 拿出脱欧协议来 然后今天早上的英国就开始宣布 但是北京时间 今天16号早上并没有宣布 因为星期四星期五 欧盟的领袖就要开会 在开会的时候 英国如果有个方案的话 应该跟欧盟的领袖进行谈判了 现在看来到现在 此时此刻 仍然没有英国方面的正式的消息 那么欧盟方面 恐怕就在等英国拿出方案来 如果英国拿不出方案来的话 那么这个事情肯定往后拖 可是约翰逊永说到31号之前 一定要脱欧 那么可能未来 关键的十几个小时还会有变数 怎样变数会出现呢 那么可能现在在英国和欧洲的媒体 都在密集的关注 这个双方能不能拿出一个 最后大家双方都感觉到 能够接受的这样一个协议的方案 好 我们目光转向台湾 台湾2020年的大选倒数87天了 高雄市长韩国瑜16号 开始向高雄市政府正式的请假 以国民党的参选人身份 全心全意地投入冲刺大选 距离明年1月11号的 台湾大选投票日倒数87天 高雄市长韩国瑜 向高雄市政府请假 16号以国民党大选参选人身份 展开全台环岛竞选行程 第一站从南台湾屏东出发 赴当地保安宫参拜 今天来到台湾最重要的台湾 作为2020年竞选的第一个行程 意义重大 代表我们韩国瑜及团队所走的路线 完全是基层庶民的路线 来说对吗 对 韩国瑜 共赛 韩国瑜全心全意投入冲刺大选 国民党副主席兼秘书长曾永泉南下陪同 韩国瑜所到之处受到支持者欢迎 他期盼这趟环岛之行 主打关怀 学习倾听 也就是透过关怀弱势族群 产业创新学习 以及倾听基层民意三个面向 能真正苦民所苦 让政治还归于民 韩国瑜请假首日一整天排了十个行程 参拜屏东宫庙 关心地方观光 傍晚还将搭船赴离岛小琉球 留宿一晚 马不停蹄 判立晚落后选情 凤凰卫视 卢冠飞 蔡荣人 台北报导 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于喧嚣 所谓的伤痛也都来自于躁动 心静不静和环境无关 心有多静 浮有多深 实际上是自己的事情 来看看今天的插播一段 换个心情 请听 人生逆静时 切记忍耐 人生顺静时 切记收敛 人生得意时 切记看淡 人生失意时 切记随缘 心情不好时 当需涵养 心情愉悦时 当需沉浅 静就是一种沉淀 现在一种网红语言叫 我想静静 这更是一种修行 最后呢 前天轮远世界 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